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他的搭计 扇琪 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听说是中医师朋友啊 是吗 是 是 刚考完国考 真的蛮妙的耶 就是因为你们 其实是在你们还在读中医的时候就创办了 对 在医院实习的时候 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就创办 是因为你们自己有这样的需要吗 其实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们觉得太对不起地球了 所以不如自己来搞一个 外送平台是环保的 就那个契机真的是 好 你先说一说 就是我跟我的共同创办人Summer 他今天没有来到现场 那他有一次在外面吃饭 就看到外面停了一整排的Uber Eats 跟Fu Panda 然后每个人都提着大包小包的 都是一次性的餐盒 他就觉得 那如果有环保的餐盒该有多好 所以我们就 要创立这个公司这样 听起来很简单 听起来就说 一整排的 如果那么 那我们就创立了这个公司 可是事实上 好 你们从有这个想法 到真的成立一个外送平台 经历了多长的时间 大概一年多左右 一年多就可以了 对 哇 真的很简单耶 刚刚有一些空白 就是脑中跑过了很多 就是这些画面 好 你跟Summer创立了 那上期是被骗 不是 就是正式音乐的时候就发现 没有男生还是不行 需要苦力搬东西 因为盒子比一般的一次性的 要来得重一点 你是怎么被吸引来加入这个团队的 等一下 你现在是看 创办人是有一些淫威 就是在发言之前 要先看一下老板的脸 然后才能说话 我有点不太搞 你们公司的文化比较严谨 没有 没有 最开始的契机只是看 就是 女朋友忙太多 搞人蛋 你以为他是这个 这是最开始的契机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你是觉得 看不下去 心疼 觉得太忙了 然后 原本只是觉得 就是做一件事情 但后来会觉得 自己也开始身体力行 这些环抱的事情 然后才觉得这是一件 真的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平常就是活在自己的白色巨塔里面 对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 人生的体验 他真的很好笑 他讲任何话都要先看一下你的脸色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 我没讲错吧 这样可以吧 去不用配算盘吧 什么要配榴脸的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里我们没有那个关系 就是伙伴同学 其实后来会交给他 因为他在后来外送啊 日常营运的部分 就做的比我好很多 因为我就比较粗线条 所以就会粗 一开始其实出蛮多trouble的 好 可是为什么要叫 Eco Miss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那其实就是 我们的英文叫Miss Eco 然后是英翻过来的 就Miss Eco Eco Miss Miss的关系是因为 两个创办人是女生 对对对 然后Eco就是因为很安保吗 对 Eco Friendly OK 好 这个营运模式 因为说实在 我还蛮高兴有人 愿意做这样子的事情的 但是呢 没有想到做这样的事情的人 竟然没有很多 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因为你说我刚刚的疑虑 有没有人有过 一定有 可是大家可能为了自己的方便 所以选择 明天再说吧 于是明天又明天 明天再明天 于是无数个明天就过去了 而我后来觉得这件事情 变得有点迫切 我必须要跟你们说 是因为我前一阵在我的Podcast 访问了一位功能医学的医师 刘医师他说 很多一次性的外送餐盒 他为了要防水防油 他上面的那一层涂抹 其实如果加热之后 会不小心吃到我们的肚子里 这件事 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可是因为现在 我们大家都觉得现在是非常时期 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在餐厅吃饭 或者是我们只能在家里吃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好像要先把最重要的东西熬过去 可是殊不知那些吃进去我们肚子里面的东西 搞不好几年之后 又会回来找我们的那个感觉 而且刚刚我讲到涂料的时候 散其用一种现在你知道了的表情 看着你你想说什么 就是因为它上面就是有一层膜 然后我们其实在买外带便当盒的时候 有些很热的水澡 你其实在吃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点点那种 索卡地 所以被中医师们发起这个平台 对我来说有一种好像不太相关 但又觉得理所当然的感觉 你们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好了 OK 那其实我们的运作模式就是很简单 跟一般的大家听到的外送平台很像 那一样在我们的网站上面订餐 那我们会事先把我们的 像这样的循环餐盒配送到各个店家 那当店家收到订单 然后他就会用这样的餐盒 去做高温消毒之后出餐 那我们自己的车队 就会把这个餐点送到消费者的身上 对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会选择这个外送平台 一定也是对于你们的理念是有相应的 就是可能很多人跟我们都有同样的困扰 但是没人做我们也没办法处理啊 就是比方说 我也很想比方说拿着一个盒子 然后去买一个东西 请他包了再拿回来 但是有时候我就是走不开 可是我又心里有愧疚的 再点一下那个外送 你就觉得怎么办 然后每天在不断的自我谴责循环 我觉得我们先来听听消费者怎么说好了 我觉得消费者的反馈是最直接的 他们如果真的觉得 但东西还是要好吃嘛 对 来听听消费者怎么说 这是你西口环堡外送 这是您的餐点 谢谢 东餐愉快 谢谢 因为早餐都还没有吃 所以现在肚子很饿 所以我就点了高丽叉玉米蛋饼 然后最近很想吃炸的 所以就点了一个炸汤圆 我还蛮想点外送的 因为平常就是都在办公室 那有的时候忙起来的时候 夏天也比较热 会比较懒得出门 我自己觉得一口蜜食 就是在网站上的操作上 其实还蛮方便的 因为你就是提早 就是先输入你的日期跟时间 它其实就可以帮你筛选出 你可以吃的店家 那因为大部分其实都是 舒适的餐厅 那其实也不太需要去担心 就是吃起来会很有负担 然后又都是还蛮健康的食物 更重要的是 因为他们使用的 不是一次性的容器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它比较环保 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 减少垃圾的食用 今天餐厅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很饿 那点了这样的一个淀粉大餐之后 我吃的是很开心 但我现在其实有点担心说 我下午会不会 准备害 第一次的话是因为看到说 他们就是号称说 他们是环保版的UberEat 然后想说在享受方便的同时 也可以同时做环保的话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觉得Mr.Eco的他们的餐盒 就做到了这一点 你经常点外比送吗 几乎每个礼拜 都要点大概两到三次吧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在思考说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 他们其实有跟厂商合作 那其实是有通过检验的 那就变成说 就我们算是信任他们 能够找到一群 非常支持我们的顾客 其实是对我们来说 最大的感动 因为他们非常认同 然后相信我们的环保理念 然后所以在我们初期 可能都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 就非常的支持我们 透过订单支持我们 相信很多人 都是心中有很环保的理念的 那如果想一起支持 环保外送的话呢 我们就简单四个步骤 就跟其他外送平台是一样的 那第一就是到我们的平台下定 选择你想要吃的餐点 那第二就是外送人送餐给你 那吃完饭之后呢 第三就先简单的洗过餐和 那第四就是归还的部分 也是最特别的 那我们就知道说 大家叫外送就是 比较懒嘛 就不想要去还这个餐盒 所以没有问题 你可以不用出门 只要在下一次订餐的时候 就外送人给你餐点 那你就把之前所有的环保餐盒 都一起还给他就好了 就可以非常方便 是你们消费者看起来都是很佛心吗 就是大家都一副那种 啊很历史的那种感觉 觉得说啊 然后吃了好东西 然后呢又可以对这个地球有贡献 当时你跟Summer在创办这个 就是一口秘食的时候 会觉得简单吗 把这件事情可以理所当然的进行吗 还是其实你们也经历过重重的考验 每天起来都真的 有很多挫折跟问题要去解决 就每天起来都觉得 还不如帮人家把把麦就好 为什么要搞这件事情 这种感觉吗 偶尔会这样子 偶尔会这样子 对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相关的背景嘛 所以一开始就是我自己的话 就会去看那个矽谷 有一个很有名的加速器 叫Wy Combinator 然后他们有一个startup school 然后我就一直去学什么商业模式啊 竞争者分析啊 以前从来没有听过 上面也是行销财务报表 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 就慢慢去学这样 然后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我们在一开始就遇到 对我们很好的前辈 就是像是清嫖 然后还有很多很支持 我们的循环领域的前辈 然后一步一步带着我们 就是从餐盒的测试 然后店家的洽谈 业务的洽谈 所以真的是很幸运 所以这些前辈应该也很高兴 对你们的出现吧 就是因为 好 可能 比如说像清嫖 可能他们做一些环保餐具啊什么的 已经走得很前面了 或者是一些环保的理念 大家也都蛮认识他们的 可是 他们可能也觉得说 应该有一个外送平台是环保的吧 我们现在没力气做 谁要来做啊 欸 突然你们出现那种感觉 不好意思讲的超正确的 真的吗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句 让我们超感动 然后让我们决定要创业的话 就是 就是清嫖的创办人志龙跟我们说 就是你们做了我们想过但不敢做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太忙了 所以没有办法再开创新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真的觉得 倍感支持跟感动 然后所以才很勇敢的踏出第一步 你觉得 好 我这样问好像觉得很奇怪 从中医领域跨足 电商平台 这个跨界 应该旁边的人看着你们都觉得 会不会担心 其实你们只是一头热 然后 其实实务经验 因为毕竟那个背景实在差太远了 旁边有一个人啊 点点头 所以当时你是质疑过他们的嘛 对不对 最开始我是质疑的 我就说你这个服务 谁会才适用 我比较务实啦 我就会觉得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东西出来 我那时候问自己我会使用吗 好像也不会 对啊 但后来是到 慢慢的到现在这个结果的时候才会觉得 好像 所以一开始你是翘着二郎腿 然后整个人说 看你什么时候回到我身边 没有 我理性说 你要不要再考虑看看啊 哦 比较客气这样子 我们就抱着摊合 然后我的iPad 然后就是大热天就一家一家去买饭 对 但是其实像我觉得 会一直一直放在心里觉得很感谢 真的是很多店家的支持 对 那你接受到这种质疑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这样熬过来的 嗯 我觉得 其实真的是 有质疑的时候也有很多支持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那些支持这样子 所以你们的第一步是什么 募资吗 还是就是 还是找钱吗 还是说找合作伙伴 第一步做的是什么 我们第一步的话就是 像刚说去采访 就是去请教 那个国外的Deliver Zero 确定说这个模式是在其他地方落地执行 是可行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带回来台湾 哦 所以其他文件像你刚刚说纽约什么的 其实都已经 哦 你的意思说要隔壁回 不是不是不是 我说就是他刚才提到的那个 对对对 你刚才你说 你不规我管他 别人是怎么做 他们做了多久 哦 其实也没有很久 也没有很久 我们那时候去请教的时候 他们也才刚成立大概半年左右而已 所以也是因为疫情才开发出来 这样子的做法 对对 就大家其实更看到这个需求 嗯 有很多顾客跟我们说 疫情期间发现家里的垃圾跌了好多好多 真的受不了 嗯 像我自己说啦 三级警戒 三个月 嗯 我只叫我一次外送 蛤 只有一次 很了不起耶 我也这么觉得 我就是为了听这个蛤跟很了不起 所以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就是我会觉得 我不晓得耶 我希望食物来到我面前是很 很好的状态 如你所说 就是好像水饺放在盒子里 会有一种 嗦咖咪的那种感觉 可是你们这样做啊 嗯 因为毕竟是外送平台 好你们也解决了 比方说包装的问题了 问题来了 谁要给你们卖 就是因为给你们卖的人 其实也要理解你们的做法哦 明明就做得很好吃 如果你直接来我们餐厅吃 送上去就是最好吃的 可是没办法 因为疫情关系要送到你家 如何能够维持它最好的状态 其实店家也要 还有抽成的问题 因为平台就是有抽成的问题 因为听说 听说其他平台抽满凶的哦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是怎么慢慢一家一家 店家这样 因为如果说实在你们平台 只有两个店家 那说我身为客人吃来吃去 我就算再支持你们 我也有吃腻的一天嘛 对 你们现在有多少店家了 但是双北的有快四十家 四十家其实选择就已经很多了 嗯 然后各式各样的餐点都有吗 有 像今天到现场是云南料理类的 哦 然后热炒店 然后意识餐酒馆 美式日式就是各种类型都有 然后果汁 优格 植物奶 饮料也有 饮料也有 所以是一家一家这样去说服吗 真的 我就是每天抱着我的餐盒 我们的业务之神 哎呦 业务之神哦 这个时候突然说出称赞你的话 真的 就是 我们就抱着餐盒 然后我的iPad 然后就是大热天 就一家一家去拜访 对 但是其实像我觉得 会一直一直放在心里 觉得很感谢真的是 很多店家的支持 因为他们也是本身 很具有环保理念的人 就他们就会说 就是我本来自己就很想要做这个 只是我一个店家可能做不起来 因为消费只要还很麻烦 然后觉得你们这个平台出现了 就很开心这样 可是你在选店家的时候 应该也是会看一下风水吧 就是你不会随便走 就走进一家店说 我觉得那个你可以哦 因为不是每家店家的面向 看起来都想要处理这件事 就都是要先查过 就不管是评论啊 然后还有很多 像他们用的食材是不是好的 因为我们自己是医学背景嘛 所以 就会像说他们用原型食物 然后用好的烹煮方式 比如说橄榄油啊 或是什么的 然后用很自然的食材 像小农食材 或是格外瓶这种 诶 我突然觉得你这个平台 你还很有搞头耶 我是说真的 因为其实你们有走一种严选的概念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不只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啊 环保 可是那个行销女王 刚刚这样讲完之后 我就会觉得说 所以如果中医师挑过的餐厅 应该不会插到哪里去 就现在你们有执照了嘛 对不对 有中医师执照 有中医师执照 这个网页的首页 还可以写说 中医师严选 严选推荐 这个餐厅很安全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也小小的有一个转折 是我们一开始都这样讲 就是很健康很健康 都这样选 然后就有人问我说 我就想吃炸鸡不行吗 就是 也是啦 对 所以后来还是会就是 就是长一点点就是这种 就是大家都知道 Party Food啊这种 第一个店家说服的 你还记得是哪一个吗 记得 是 呃 其实有两家差不多时间 然后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 是一样重要 因为他们会 甚至跟我一起讨论 怎么创业 就是 也是年轻人 也是年轻人 就是 一家是素食店家 一家是果汁店 然后我们其实真的很像朋友 然后会讨论说 要怎么推广给环保的消费者啊 然后要怎么包装啊 那这些我们都要一直讨论 OK 那我们来听听店家怎么说好不好 好 我们开贝根户主要一开始理念就是 因为我们都是吃素的 在开吃前其实没有那么多素食餐厅 所以我们其实在找素食餐厅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我们的想法都是 呃 一来可以推广素食 二来是 自己也可以吃得到 其实 越来越多的 婚转素的人都是年轻人 那里面都 比较不会是 最早的 可能胎理素啊 或是宗教素这一类的 其实都慢慢的变成是 呃 为了环保 为了身体健康 为了爱护动物 对 所以我们在研发餐点 都是以年轻人开始去推广 让年轻人可以跟他们家人分享 然后慢慢的 我拉长你吃素的比例这样的 呃 跟一口蜜蜜合作的原因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们在疫情前 我们是没有外送服务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能 开始做外送这一件事情 但是 一开始做外送 这件事情本来就跟我们的 理念是抵触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比较希望降低所有的垃圾的 对 但是后来在一年多前 就是接触到一口蜜蜜之后 就觉得理念蛮合的 跟其他外送平台合作 当然外送平台 其他外送很方便 因为他们很快速 但是就是有问题就是 他要制造很多垃圾 用这种环保餐的方式 推广起来的话 我觉得是 那是最好的 通常客人都会在 前一天就先点餐 对 然后回收回来的餐 但是我觉得 我们就是用高温 杀菌的方式 清洗一次 基本上都是一次就搞定的 因为也不会说多难清 那清洗完之后 我们再 会再人工把它擦干 然后再检查一次 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你说我们收回来清洗的部分吧 对 我觉得不会啊 因为洗碗机其实很方便 我们真的是很希望就是可以降低垃圾的使用量 这个蔬食跟环保的理念本来就是一起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好店家有了 然后呢盒子也找到了 可是消费者还会有另外一个疑虑 就是盒子别人用过 你知道 这个是 一定的 对 心里会有点卡卡 因为有时候用一次性 虽然会觉得说 愧疚 可是 至少 我就是第一个跟最后一个用它的人 的那种心情 所以我很想为这个地球付出一分心力 但是 那我怎么知道上一个人 是谁 然后他如果没有处理好 我怎么吃 那这种疑虑你们要怎么解决呢 这一块就是在 尤其在疫情之下嘛 就是大家更会在意说 这个餐盒的干净啊 卫生啊 清洁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整个管理仓库 就是管理这些餐盒最很重视的一环 那最主要的话 最简单的步骤一定是 顾客在使用完这些餐盒之后 他需要做过基本的清洁 就像是在平常在家里洗碗这样子 但是这绝对不会是唯一一个步骤 每个人洗碗方式不一样嘛 对 那所以今天这个餐盒回到店家之后 那会有好几个 我们会有好几个方式 第一个是我们合作的店家 会跟他签清销同意书 那一切的这个清洁的标准 就会按照卫福部有一个良好清洗作业指引 去做清洗 它里面有明确的规范说 你需要用几度吸的水 你需要分几个槽 你需要烘干几度 类似这些等等的 那当然也不会说签完就没事 我们就是不定期的会去跟 这些店家收取说 我跟你拿几个你洗完的餐盒 我们就直接送SGS的检验 然后去帮我们看说 有没有大肠感觉的残留 有没有洗滴剂的残留 有没有脂质淀粉的这些东西的残留 对 那假设说今天店家比较可惜的是说 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那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送到专业的清洗厂 那我们目前合作的清洗厂的话 它也是负责就是台北市各级学校的这种 餐盒的这种清洗 对用比较好的一个标准去达到这个清洁 高温消毒的这种方式 对让消费者可以更安心 偶尔一定也会遇到说 有些消费者他可能没有那么清楚 这一个规环的模式 他可能就是没有清洗好就会换到店家 对那大概可能一两个月会发生一次 那这种的话我们当然就是会再打个电话 跟他沟通一下 了解一下说是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提醒他说其实我们最在意的事情是 循环餐盒的价值是来自于说 他可以一直被反复的利用 并不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比较说 这种循环餐盒跟一次性的 他的这种制造一个的环境成本一定又更高 对他必须被一直反复的使用 对啊 所以我们就会在友善的跟这个消费者沟通 你有强调友善的 友善有善对 因为我们其实也鼓励大家一来使用 对我们不会打就说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怎么没有洗干净这样子 我说是怎么这样 大部分其实都是可能他们有活动啊 或是什么来不及把它洗得真的很干净 对那这样的方式其实在沟通之后 他们下一次都会再把它就是清洁好这样子 你们是平常要加入会员吗 还是说不用交会费这些的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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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你们是真的先 就是基于一种服务的观念 在做这件事情的感觉 因为我听说其实你们的抽成也 比一般的外送平台要少 对 那可能是外送 该不会外送人员的分润也比较高 类似这种 是的 对那你们是怎么维持营运 我真的蛮好奇就是 因为你是中医师有赚钱 不是 不是 不是啦 太难过了 其实我们已经毕业了 然后我们也做出了选择了 你们已经选择了 对 你们没有纠结 我们现在就是都gap了一年 等整个SOP都建立起来了 就上市上柜 然后卖给今天 你们在运作这个企业的概念 其实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你们是如何取得这个平衡呢 会让就是抽成比较低 然后给外送人比较高一点的薪资 是因为我们相信要对环境好之前 其实要先对人好 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件事 那到底要怎么撑下去呢 是因为我们每一单的均销 其实比两大平台高蛮多的 将近快要两倍 那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 大家会想要相揪 一起来使用这个创新的服务 所以每单都比较高 那也有很多企业的订单 所以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做那个TA分析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其实会订购这样子参合的一群人 他们是对于自身的一些在意的价值 包括环境也好 或是健康意识也好 那这样的一群TA 他们真的就是像刚才 他真的会很努力的去揪团 不只是为了省运费 他就是会 你要不要一起 要不要一起 这个东西是好的 那他就一起来 那加上这个东西 他其实是循环参合 在跟一般的一次性的东西包装来说 相对起来会更有质感一些 所以其实蛮多的顾客 会有那种聚会的需求 他们可能中秋节啊 或什么节日 他们就是订很多 所以他们有时候常常就是 一两千两三千 光是一笔订单 就有这样子 所以才可以达到说 然后在低抽成 然后高外送薪资的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有一定的就是 利润这样子 对 因为你刚刚说到啊 你说尤其是办party的时候 其实叫你们真的蛮适合 是因为你想想看啊 如果我们是那种一次性的餐盒 一次性的盒子 纸盒 你外送叫来 你不可能纸盒打开 放在那边让大家夹的吃嘛 可是你们因为漂漂亮亮亮的 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 所以你打开了 其实就是这个容器 然后大家也就着吃 但是也觉得好像 有点高级 有点高级的感觉 所以你们在做 这个比方说 营运的计算的时候 其实也都想好了 其实你们的目标很准 也做过一些普遍的调查 所以你们真的不是 随随便便中医师来 做外送平台生意 是真的有认真想过 真的有经过一些学习 好 我们现在讲一下 餐盒的挑选 你们有经过进化吗 还是说其实从后到尾都是这一款 调整了蛮多次的 那一开始是用 玉米淀粉PLA 是大家说很环保的材质 但它其实没有那么耐用 尤其是外送你常常拿来拿去 然后或是细胶 其实会有味道的残留 那有试过玻璃 可是玻璃就是很容易 太重 对 太重很容易摔 可是它很有质感 但经过不断的调整之后 才选用了现在的食用级的PP 那它是可以微波 然后可以耐高温消毒 然后就耐摔嘛 然后也好看有质感这样 对啊 像颜色 颜色有这么多种的时候 感觉就 就你知道拿到粉色 这样的 心情都觉得好起来的那个感觉 好 因为既然你拿到执照了 势必其实就会有一个选择 就是说 那我到底是拿多中医呢 帮别人把麦开药呢 还是不行 我现在是一个CEO 然后我要继续营运 消费者打电话来述谈 你要反应 消费者没有洗碗 你也要好生好气的跟他们说 我们这个是扇循环 希望大家一起来做 我相信一定是你很忙 但没关系 不要忘记哦 我有模仿你刚说话 有有有有 对对对 对 但你们接下来到底要怎么 处理这个事情 我有点好奇 那其实我们已经毕业了 然后我们也做出了选择了 你们已经选择了 对 你们没有纠结 我们现在就是都gap了一年 然后就是很认真 全职的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想要把地基都打稳 然后等整个SOP都建立起来 就上市上柜 然后卖给别人 哇 这中间还有很大的空白 我们知道啊 一年的时间 对 一年的时间 我们给这一年的时间 就是要让他有办法好好的存活下去 然后想要把它交给别人 让他可以更规模化更壮大 这样子 现在等于是从零到一 我们觉得有了 可是从一到一百 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 一百是到哪里 我可以到一下吗 可能要新竹啊台中 是我们的下一个 你是说遍布全台 对对对 这叫零到一百 然后店家树啊外送园 让更多人可以使用到这个服务 现在是双北嘛 对现在是双北 对那你们好像之后要拓展到台中 对台中或新竹 这两个 是以都会区为主就对了 对对对 OK 我们来听Summer怎么说好不好 虽然他今天没有来到现场 但是Summer也有一些话想要说 他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这个gap呢 跟他来讲讲看 感觉我们除了用清瓢 现在有的餐盒 我们应该也可以再找一些新的款式 就希望可以让大家 取到餐的瞬间就觉得 还蛮有质感的 然后拿到餐点的时候 会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嗨 大家好 我是Mr.Eco 繁宝外送的共同创办人Summer 当初会跟严婷一起开始做这件事 其实有一个很好笑的原因 大概就是因为我们是读中医嘛 那中医就是全台最老的大学生 我们要读七年 那七年的时间很长 所以可以让我们去想很多 我们以后到底想做些什么 那是不是除了只当一名医生以外 可能会有其他的方向或是可能性 我跟严婷基本上 我们真的变得很熟的时间 应该就是加入系队去打排球 然后就发现 我们的共识就是 我们的球都打得很烂 然后所以后来我想说 好吧 那我们不要打球了 我们去玩别的 我们去找一些更酷的游戏来玩 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现 有一个类似这种创业竞赛 然后就是要做一些社会提案 那一投身进去做以后 就资料越看越多 然后有一天就发现 如果气候的问题 然后地球的温度啊这些 假如哪一天地球真的越来越热 然后有一天它蹦的就爆炸了 那其实我们在乎的其他事情 想要完成的目标 我们其实都没有办法再继续推进 然后所以我们就觉得 也许我们真的应该认真的去考量 然后面对就是永续议题 那所以后来参加了那个比赛以后 我们就很认真的就是开始创业 然后就希望可以成为一个解放 我的环保习惯很普通 因为我很爱喝饮料 所以就是这个配备就是一个杯子 然后一个袋子替代 然后就是可能每天喝一杯咖啡 或是喝一杯手药衣这样 后来就是会准备替代啦 就是带一个塑胶袋 然后一个替代 然后你买东西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装 我的话就我跟Summer一样 我会就是尽量一天就是我会吃一餐蔬食 这样就会有意识的选择 然后也不要吃碳排高的食物 像是牛肉就是绝对不可以选 对那另外的话像是去购物的时候 也会比较仔细的去看它的产品的说明 就是可能是带身的 然后或是有标准环保的或是绿店的 都会特别有意识的去做选择 也会就是 带东西 对就是如果是去家里附近的那种 比如楼下的冰店 就会自己带环保晚去 然后阿姨就会给我多一点冰 对对 因为容器比较大 对 北极荣兵啊 所以北极熊没家了 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不痛不痒的 但是一直到了现在 很明确的 我们每到夏天 各个国家就会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灾情 那其实台湾也不陌生 那我相信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人们 对环保的意识都抬头了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幸运就在这个时代的交叉点上 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的去跟人们沟通 去呼吁一些我们希望可以改变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生活的习惯 我觉得刚刚Summer说最好笑的一点是 说你们这群人为什么会凑在一起 是因为排球实在打得太差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中医师还要打排球喔 就以前要参加戏队 就对着大球 打得那么差为什么还要参加戏队啊 就是对着大球生活有些美好的幻想 就啊我可以会运动以后又会 没有就是天生的 有交男朋友就不错了 对 但是事实上其实在那里也交到了好伙伴 就是你知道人的缘分就是很奇妙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不擅长 但我们在那边凑在一起 才发现啊其实这运动只是为了让我们相遇 其实无论是为了我们做一口Mr.1 反而很浪漫 这种感觉 会不会担心其实你们这个营运模式 很容易被复制 然后就会有很多竞争对手 我觉得如果说不会就太假了 因为所有公司都会很担心 然后但其实我们另外一个方式想 其实是很乐见启程的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Uber或是富佩奈 他们今天愿意做了 那代表大家可以更容易的去尝试这个 就是环保外送的服务 其实我们都很想要想像有一天 如果我们所有人就是吃饭 都是用这样的循环餐盒 然后所有的捷运站 然后Seven都可以归还 那就是多好啊 都没有人再需要用一次性的餐盒了 但我们知道这需要更大的资本 或是更大的市场力量去做到 所以如果他们愿意做我们 其实也觉得很开心 这怎么觉得眼光有点泛泪的感觉 但你却说出了一个很美的愿景 未来它能够更方便的被使用 如你所说 不管是便利商店可以还 捷运站可以还 但也如你所说就是好像要有一点点实力 才能够完成这么大的梦想 可是我觉得你们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是你们让一个理念变成真的 未必将来你们会成为一个上位上司的公司 可是那个价值是无价的 谢谢宝宜姐 好感动 不是我是说真的 我说那个价值是非常无价的 就是你们可能就是一个影子 我其实就是把这个理念跟别人分享 然后请你们拿去用 因为它真的很好 可是我觉得光是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就无价了 好为了这点我会支持一口蜜识的 太好了 希望你们有一天上位上司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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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口径 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学 很想要学音乐 可是因为幼稚园的时候 也上了一堂钢琴课之后 咪发咪发 我觉得好简单 后来不管老师叫我做什么 我都只弹了两个音 然后老师就生气了 接下来我们要访问这位年轻人呢 他是台湾第一个在同一个年度 夺得世界口琴赛双冠的口琴家 他真的很喜欢音乐 很喜欢口琴 也希望能够把他的音乐 带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疗愈自己也疗愈别人 我们来听听这个口琴音乐家李让的故事 其实我们一般在台湾最常见到的口琴 应该是这种复音口琴 这是大家传统记忆当中很熟悉的那种声音 它有两排鸽子 它同时吹出来 有点像是手风琴那种很浪漫的声音 这种口琴 同时它只能发出像钢琴上白键的声音 我自己平常现在最主要演奏的是这种半音阶口琴 半音阶口琴它有一个按键 这个按键按下去可以升高半音 所以它就可以演奏出比较完整的音阶 钢琴黑键白键都有 那口琴的这个音乐家族的光谱啊 就是从这种半音阶口琴问世之后 它就变得越来越广泛 这种比较小支的 这个叫十孔口琴 这种是最早被发明出来的口琴 那它的声音很有草根性 它只有十个孔 有些音没有啊 就音少少的 可是它的声音非常非常有生命力 我们平常在电影里面看到那种西部牛仔啊 或者黑人他们在演奏蓝调音乐 使用的就是这种口琴 那这三种口琴是我们平常主要拿来做独奏的三种类型 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口琴 那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学很想要学音乐啊 那可是因为幼稚园的时候 因为上了一堂钢琴课之后 那时候老师他给了我一个很简单的曲子 叫蜜蜂 他就从到底只有两个音 咪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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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好简单 后来不管老师叫我做什么 我都只弹了两个音 然后老师就生气了 那是幼稚园的时候 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是叛逆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啊 之后家里面可能就觉得 我大概没有学习音乐的那种耐性跟天赋吧 一直到高中的时候 我刚好看到我爸爸在吹口琴 我就看到那种怡然自得的感觉很棒 我就问他说这个乐器好不好学 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乐器很简单啊 就你只要想到什么歌 你会唱你大概就吹得出来啊 也不需要看谱 那我就想说真的假的 我就去学 就学了之后发现明明就超难的 我觉得口琴它是跟演奏者非常契合的一种乐器 一般的乐器它都会有很大的共鸣香 所以它发出声音之后 它的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很完整很饱满 那口琴它为了要让它轻薄短小 所以它几乎牺牲掉它共鸣的部分 所以每一个人演奏出来都很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特性 自己的个性 我从小就是大人眼中超级乖的好小孩 我很擅长压抑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啦 那因为我觉得好像那个不是很正确 我就会把它压掉 所以小时候我确实不能算是一个很能够敞开心扉的小孩 我自己当初在吹口琴刚开始的那段时间 我就是拼命的去练那些技巧啊 那刚开始当然还不会的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学会它 那会了之后说太棒了我会了 我要到处一直用一直用 那当时呢有一个在台湾蛮知名的乐团啊 那也如愿以偿的加入了这个团队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一定要好好的 在国际上面得到一些名次 说起来也很奇怪 那段时间我就是急急应应的想要有表现 想要有突破 但是反而我进入这个乐团之后 这个乐团就没有拿过国际的首奖 2008年那一年呢 我就跟当时的乐团 我们一起去杭州参加亚太的口琴大赛 我们班上刚好去宜兰 就是一票同学去玩 回来之后隔天我就出发 然后我出发之后就听说 我们班上有三分之一的人 说食物中毒上涂下泄 那很不幸我也中标了 当时有一票马来西亚的朋友 他们是马来西亚那边知名的口琴乐团 其实也是来比赛的 然后他们知道是我肠胃很不舒服 他们就每个人都很紧张 有的人就端着一些那种很像正路丸 还是什么样子这种小药 那他们的领队就端了一碗热腾腾的白粥过来 跟我说哎这个你身体不舒服很虚弱 吃下去让自己有点抵抗力 可以让有一些更好的体力去应付接下来的挑战 我就发现说其实这么多年下来 我一直在追求技巧上的卓越 追求比赛的名次 但是好像失去了我当初我对于音乐追求的那种憧憬 所以我在09年的时候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那一年我去参加了德国世界赛四年一度的那个比赛 参加了两个独奏的项目 那在这两个项目就都运气很好的拿到世界冠军 那可是我这一次去比赛 反而没有用这种比较得失心的心态去 我就想说我就是去演奏自己的创作 去分享自己的神秘经验 然后在那边交朋友 就反而在我没有得失心的情况下 得到了很好的成绩 那评审给了我一个评价是说 我的音乐很有说服力 那那个时候我才了解说 其实音乐真的就是在表达自己的工具 它其实是一种语言 我们用最真诚的方式 最谦卑的方式去对待它 那它也会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跟享受 拿到两座独奏的世界冠军之后 我曾经有一度就是想花蛮多时间 把自己想要做的一些创作给表现出来 那那一段时间刚好 因为我跟我现在太太 我们也认识相遇然后交往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我们之间互补的那个状态很明显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如果找到自己的soulmate 那种灵魂伴侣那人生就很圆满 我一认识它之后我就有这种感觉 因为在那之前我的情绪的起伏 蝴蝶档一直都非常的剧烈 那一直到认识它之后 我就开始一直保持在一个 创作能量很丰沛的那种情境底下 不过因为当时我那个乐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口琴重做乐团 它乐团本身也是有很多的计划 那我可能想说那我就配合乐团 去做一些计划 那我就慢慢的就把自己的 想要发展的一些事情给搁置了 那一直到2017年的时候有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我跟乐团之间有了一些 就是可能人事上面的一些冲突或是摩擦 那我可能就离开了乐团 当时一下子人生就跌到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低谷里面 那当时我太太其实就还蛮严重的觉得 我应该是有一些内在的状态 其实是没有处理的 比方说有一场演出 以下很多观众 然后我们那时候演了一首《我只在乎你》 然后演完之后我就突然间泪蹦 就在台上整个大哭起来 那一段时间的状态 就是应该就是比较典型的属于这个忧郁的状态 只要是我张开眼睛 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的胸口这一个部分都非常的郁闷 而且会痛 它是不是有痛觉的 我的身体使不上力 然后脸部会觉得很麻木 我没有办法做表情 然后讲话会有点讲不出来 因为没有力气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社会化的过程 它其实就是在压抑我们的艺术能量 意识到自己应该要更诚实地面对自己 我觉得每一次的转捩点 我的创作上都有很多的能量的改变 它让我变得更加舒服 而且变得更加了解自己 变得更加的一致 我觉得一致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的创作如果跟我的内心世界不一致 我自己听了我都会觉得不舒服 如果说是演奏的部分的话 我现在主要是以独奏家的身份在活动 我自己可能会接一些不同的合作的演出 可能会跟弦乐团跟爵士乐团 或是跟我自己的团队 我们有个花影乐团 那教学的部分的话 我自己目前有在社区大学 那我也有在台北市藏音乐文教基金会这边任教 指导一些市藏朋友演奏口琴 我自己当初对于音乐的憧憬跟目标 就是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够帮助到别人 如果我的作品可以被留下来 那它就可以被更多的人听到 那不只是我现在这个时间轴上的人 我会希望需要陪伴的人 或者需要鼓励的人 他们在听到我的音乐的时候 可以从中得到这样子的能量 我觉得在李让的故事里 让我很触动的一点是 他在传达音乐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更靠近自己 更认识自己 他说了一句话 他觉得最好的音乐就是一个 一致的音乐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东西 那一点我觉得很可贵 他看到了这样东西 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 疗愈人心的表演者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其实你们餐盒 口味也是很重的耶 就是各式各样的口味 都可以被满足了没有 对 就像今天的是云南料理 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循环餐盒 其实不只是减少了这个一次性垃圾 更重要的点是 可以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思维 跟可以转变的可能 这是比较难去被量化 而且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对 就好像如果客人不洗碗的话 要打电话跟他说 要洗碗 突然觉得洗碗 变成今天故事重点 好